各位亲众朋友,欢迎来到维珍会课室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Lucy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如果你在北美教会信主或者成长 你大概有印象,教会常常用的一本圣诗就叫做教会圣诗 这本圣诗最早是在1983年开始左手收集跟编辑 后来其实有在经过一些增加的修订的 一直到2019年其实又增加了新的版本 我们的Lucy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编辑者 Lucy老师请你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都好,平安,祝你平安 Lucy老师你最喜欢别人怎么介绍你呢?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 我是一个我不喜欢有什么头衔的人 我是在Glendale教会 从我到洛杉矶就被罗文牧师给扣下了 那个时候我在Azusa念书 我也后来找Kelstein念书 但是在Glendale教会里面 他说你来指挥师班 所以我这个头衔就是教会的师班指挥 也不是教会的什么任何的同工 就是教会师班指挥 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大概已经好像您在师班指挥跟参与这个教会的一些音乐敬拜师奉 已经超过50年了有没有 也差不多52年53年 哇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真正在卫生在音乐的师班的事奉里面 所以想要请Lucy老师谈谈你自己怎么开始学音乐的 那自己在学一般的音乐到教会里面来服饰 有没有什么经历是你觉得比较特别的 我这个 我因为生长在一个不是可以让我学得起音乐的环境当中 那家人当然对音乐根本没有了解 我呢只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从小爱唱歌 父亲是喜欢唱评曲 妈妈是喜欢唱哨星戏 我是一点都不喜欢不要说 而且很讨厌 到现在我对这些我都没办法去接受 可是因为呢这样我在从小那时候在无用长老教会嘛 那接触到教会的时候呢 教会就有很多的诗歌 那我呢根本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之前老是去听流行歌曲 后来到了教会一看诗一听诗班唱诗 我爱的不得了 所以呢受洗初中受洗 然后高中的时候就等不及了 但我看诗班的人都是大人 但是我这高中生我也不怕 我也就去了诗班就这样子开始去 而且我爱的不得了 那么后来呢我就很想学音乐 可是那个时候的环境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么而且父母就觉得家里那么困境 就是说你学音乐干嘛 你将来怎么养佛家 就是那种味道 所以他们不觉得我应该去学音乐 可是呢我就是想要学音乐 已经高中了 你想要进大学你要选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一直到高 我说主你如果让我这一生里面 有机会学音乐的话 我是绝对现身把音乐 用音乐来服侍你的人 我是这样答应上帝的 结果神后来一路到今天 全是他给我的机会 是这样子 是好美的见证 所以其实对于您 其实过去我知道您也是在教一些学生 唱诗歌或者唱歌这样子 那您自己也一直觉得说 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们自己神给我们这个身体 当成一个像一个器皿 一个发声器一样 然后来敬拜荣耀神 因为你这一生几乎都在做这个 那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说 我就跟着YouTube音乐学学唱唱就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能够 用我们的身体来发声 您过去在教学中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告诉我们 学声乐好好学唱歌来发声 荣耀神跟我们就这样学学YouTube唱歌 有什么最大的差别这样子 这个讲起来实在是 真的是只有说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 应该回溯到就是说台湾那时候学音乐 我也身体不好 我是喜欢去组修声乐 后来我就只好改了 那改了呢 也是不是我真正喜欢的 比方说他是理论作曲方面 可是我并不是 我的passion是还是在唱歌了 那神就后来来到美国之后呢 我因为在教会里面诗班在带 然后我就要去选诗歌 我才发现我到了音乐的书店里头以后 我才吓一跳有这么多的诗歌 那是我在台湾 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因为高中的时候 参加了诗班大学的时候就自自然然 教会他们也就叫我就去指挥了 所以我也指挥了一些时间在大学的时候 那么毕业的时候来到美国 来到了洛杉矶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那个时候实在是很有限的一些诗歌 那后来呢 我就很感谢神在罗省基督教会里面 音乐水准真是高 所以呢 真的他们真是很会唱 而且我们有最好的这个钢琴家 那那么后来 而且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也是很稀奇的 一群喜欢唱歌的人呢 组织一个小小的叫做Mandarin Chorrel 就是一个合唱团 因为其中有一位 他现在已经过去了 一位弟兄他是 他认得菲律宾来的 他是在东部做音乐教授 可是呢 刚好那个时候在洛杉矶 他是在做 在Redland那边University 我都差点忘掉了 那么正好是他在那里做客座教授 有两年 那他就来做这个 我们叫Mandarin Chorrel 这个小合唱团的指挥 哇 我真是从他学的 我佩服的不得了 是我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子 听过学过的 所以呢 我就跟他单独的去学唱去 那他就把我的声乐基础 整个的就打定了一个很稳固的基础 也让我知道我将来我喜欢去教人的话 比方师班的班员 我怎么去告诉他们怎么唱 他是算是一个真的是上帝安排我 我那两年真是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就这样子 那后来呢 等到差不多 又过了好 有20年之后 又是我 我在学校里面 我在台湾的时候 在国立艺术学校 现在是学院应该是 那那个时候比我高班的一位同学 那他是声乐的 他的声音好得一塌糊涂 我们都佩服又羡慕 像那种Paparati Domingo这种声音 爱得不得了 但是他就一听了我的声音 他说他要教我 所以我的声乐的历史里面 现在后来我成为教唱歌的老师 做唱歌的老师 是因为我从前这两位老师 给我垫的基础 是 听起来就是 您从台湾到美国的教会 都有很好的 你遇到了很好的音乐环境 音乐人 然后带给你这种可恶跟羡慕 听起来就是 你心中羡慕一个好的声音 可以陷在神面前 那我们今天在看今天的教会 你觉得是 现在的教会 比较没有给弟兄姐妹 这种好声音的 好的老师的环境 还是其实环境都在 可是人们已经没有那么羡慕 这种好声音 您在2004年其实写了一篇文章 魏征道神学写的 您其实提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您在看现在的这些 年轻人唱颈敬拜赞美 我们不是在说 现在唱颈敬拜赞美不好的意思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就是说 在声音的运用上 那声音的演唱上面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是你观察到的 比较差异比较大的 你会怎么样鼓励 就是年轻人 怎么样学习有好的声音呢 我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 就是是现在没有这个环境吗 还是有这个环境 可是我们不在乎了 反正大家随便唱唱也没有关系 这样子您觉得呢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 因为我也能够了解了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的事情 我不会忘记 因为我听流行歌曲 我就在那里哼啊 我就在那里模仿嘛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不懂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能够了解 为什么这一代的人 他们会选择 因为现在你在电视上也好 你在你的手机上面播下来什么 到处唱歌都是那样 那种的style 那种 就是说你可以 就是说这就是现在 现代的时代的唱歌 那他们那么不懂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中国人呢 又有点中国人的背景 所以呢 我就发现 这些人呢 写歌的人呢 他们的诗歌 那么有人来唱了 那唱的人录进去了 现在有无所谓 好不好 他就这样唱了 他觉得这是 他的敬拜的歌 那么别人学的时候呢 跟我们从前又不一样 我们是拿起诗本来 看着谱在那里唱 然后呢 因为没有办法听到别人的声音 所以也不会知道怎么去模仿人家 后来我记得 大概这种都是一步一步的演变吧 人家说唱卡拉OK 他们就很会学了 那个枪啊 那种这样 我说原来如此 他们就是就在那里 imit 你的声音如果是 他也就 这样子唱 OK 所以这不能怪他们 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觉得这条歌 就是应该这样唱 那这些也就 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说一首诗歌 用来唱来赞美诗歌 那么你唱出来的声音 你没有用到上帝给你的声音 去唱 那当然 当然你不能怪他 就我刚刚讲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嘛 他本身的声音是好的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 开始 就试着就去教 那么我起先当然就是 一两个我认识的人 他们有人来找我的时候 就说老师 他有唱歌什么样的problem OK 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也就尝试 我就去教 那我就发现 因为我的目标 不是在训练一个人 成为歌唱家 OK 我并不是说 你跟我学了以后 你将来可以去学声乐 你可以唱歌剧家 成为歌剧家 这不是不可能 OK 但是我不是 这不是我的目标 那么后来就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 1999年的时候 真到神学院 他刚刚开始 那个时候 张继中师母 他是我从前在学校里的钢琴老师 他就把我叫去了 那么从 因为要准备在学校里面教课 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 全班来了四十多个人 然后我都下婚了 而且不是个别教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 就开始就交唱的事情 那把我就自己 我也真是关在家里面 好好的整理 整理我怎么后来用我比较好的声音 去唱圣诗的时候 自己都听起来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要去模仿任何一个人唱 我只要把这首歌 我们怎么说 音乐这个东西 本身 每一个人都很有 有他的这个对这首诗歌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 对不对 就是你对这首歌的领受 解释 应该这样说 所以呢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呀 我应该 神学院里面的同学们 他们在这里要来学唱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学唱歌的目的 是要把神给我们 好的声音唱出来 你不要去学别人的 虽然你看我说 我的老师他声音好得一塌糊涂 他可以唱 听起来像 像Domingo声音 那种baritone声音 好得不得了 Tenor Tenor Pavarati的歌唱得好得不得了 但是 你真的去学的时候 那就不是你了 你也不是Pavarati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声音变成好的声音 去唱赞美诗 去唱敬拜诗 去唱诗般合唱 献给神的音乐 那这些都是 就是一个过程 对我来讲 我的的确确是 看到神给我开这个路去学了 去学着教 因为不一定你自己会唱 很多人唱得很好 你就跟他学唱 结果你去学半天 只会学会唱歌 可是你真正的怎么样 把你的好的声音 bring out 可以唱出来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真的知道 所以我是很感激 我的那个老师 是 其实刚刚Lucy老师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不是要教 虽然你可以成为声音乐家 如果神带领 但是他一直想要带领的 就是每一个人 应该用自己的声音 去敬拜神 因为神不需要听你模仿 谁的声音来敬拜他 神想要听你用你自己的声音 然后可以变成好的声音 所以Lucy老师 我帮听众问一个问题 假设我五音不全 然后我觉得我声音不好听 那您认为 每一个人经过训练 声音都可以变成 好一点的声音来唱吗 经过训练 音乐本身是艺术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艺术天才的 是的 那但是呢 你懂得怎么去唱 你一定会比你现在唱得更好 那还有呢 你说五音不全 五音不全的人 他的问题不是出在他唱不出来 是他的耳朵有问题 我在我的班上是有过 因为后来我每一年都一般一般的讲 教下去 有的人继续 有的人有新的唱 也有人 那真是他告诉我是五音不全的 同学也都听过 他一来你就要唱 他怎么样他都配不到 钢琴弹琴的人 那我就会有的时候也就是要从完全从零的这样子的教他 因为实在来讲 其实呢 因为我自己家里面那时候也有同学来上过课的 我说你不要一下子就开口就唱了 我要你学着怎么去听 去听 因为你懂得听 你才会懂得发出那个音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碰到五音不全的人 他在我钢琴弹一声 他弹一声 他就是不对 他就是不对 我说你再高一点 他就再高一点点 他又高得太多了 我说还是不对 我就非常非常有耐心的 他可以从零开始到最后 因为在班上那位同学 大家都不敢好 起先开始也不好意思笑人 但是到后来 一首最简单的歌 然后说 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那条歌 他就会从同一个音 那个me要repeat好几次 对不对 我说你不要跑掉 你现在对了 你现在对了 你现在不要跑掉 那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磨出来的 那那条歌呢 从头到尾 也不过只有到 到拉 那个只有六个音的距离 但是当他最后 结业的时候的 课程的时候 他整条歌 那么弹琴弹 帮他弹的时候 他可以完全的吻合 所以就这每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必须要用你的耳朵仔细去听 不要张开指巴就唱 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那但是当然他如果要成为歌唱家 那有的去拼命了 因为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有的 所以可是至少路西老师告诉我们 就是很好的就是 我就算我音不全 我也可以 还是可以学到相当能唱 我们现在的基本就是 我们有没有心想要用 自己的声音 神给我们的声音 然后可以唱得更好一点 就有进步嘛 比现在自己可以更好一点点 我觉得这是 路西老师希望我们 所有人都可以去做的 那路西老师说 听是很重要 我觉得您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有没有听好的音乐 有没有听好的声音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不是都在有好的声音来唱 那因为我们知道当代的一些诗歌 然后可能就打在荧幕上面 那你反正不熟也没关系 反正就看着读那个词 然后跟着唱就好了 那其实这样子下来 其实教会的整体的音乐 都没有办法提升嘛 我到现场去 我就看什么词跟着唱 我唱不准也没人管我 对不对 反正我在下面只是会众的一员 这样子 那您会觉得就是说 怎么样子可能让 丢姐妹更喜欢听 是不是诗班 因为其实诗班是要受过正规训练吧 诗班的所有人 那可是有诗班来好的音乐跟现实 是不是也帮助了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听好的声音嘛 好的音乐 我们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您觉得呢 我觉得诗班音乐很有意思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哲学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诗班在一起的班员 美音在一起 里面有很会唱的 有不会唱的 有很差的 可是呢 如果你融在一起 你练 花时间练在一起 你好的声音 你要学习怎么样 学习谦卑一点 你要遮盖 因为那个诗班的音乐是 学习blending的最好的方法 对 你有某个人很会唱 那他独唱 我不管他 他怎么唱我都不管他 可是他如果在诗班唱的话 我说轻一点 你不要有一种突出的感觉 那不会唱的人呢 我说你声音小一点 你可以听得到别人 不是说你唱错了 你声音不要太突出来了 不是 你要对他说 你要轻声一点 你要听他怎么唱 那他就自然会要学习听旁边的 但是有的时候当然 这个诗班里面也不见得是说 这么完美啦 你也会顾及到 有一些人会伤到他啦 自尊心啦 什么这些 但是呢 基本来讲 还算可以容 大家可以融入 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学问 诗班是一个学习谦卑 诗班是学一个 学习的一个地方 是学习怎么去尾身 因为的的确确你要 你真的是要准时来练习 我这些困难的问题 这几十年来 什么人我都碰过了 都碰过 但是很感谢神的是说 几乎来讲 除非是真的没有心 他会自动的就退出去的 那么有心的人都 都是唱了几十年都在诗班里头 那后来当然改变了 现在的年轻的一代 多半都没有来诗班 成家诗班 但是你刚刚的问题也在那里 就讲说 好像新的一代 他们比较没有机会去听到 上班的好的东西 可是我们也有机会 比方说像我们自己的教会 唱有特别机会 我就唱一些大的那种曲 像Messiah Messiah Handler Messiah 我全本是唱中文的Messiah 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年轻的 那时候在USC念书的 他们好想拿来 因为他们听说过 这个大曲子名曲 所以他们来 我就马上跟他们讲 你们这一个group 这几个人 通通给我留在唱Alto 我知道 现代的人唱Soprano 你不是Soprano 他也要几个声音 他也要唱Soprano 因为他容易听到 那个melody 就总调了 容易唱 那一个group的人 我真的是很感谢 他们真的好enjoy 学习的 努力的不得了 好多人后来毕业了 离开了 他们到我们后来在台湾去演唱了 他们都跟着一起去的 他们都有这个非常非常 这个好的记忆 就是说他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段 生命中一段好的一个记忆 那这以后他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唱诗 我不知道 但是对他们来讲 什么是一个好的合唱曲 是一个经验 那我是一个经验 那现代的诗歌呢 我真是觉得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不懂得唱和声 不能怪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 是啊 是啊 感谢观看